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屎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個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新一期無限挑戰高順的刷分陣容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另外這邊我分享一下 武將試練的全三星通關建議 各位可以盡量選擇校淵、太死池、孫上香 這些角色放到隊伍的後排 因為他們的怒攻都是優先攻擊對手的後排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挑戰 那這次要介紹的總共有兩組微調陣容 因為100萬以上的成績就屬於運氣範圍 所以選擇自己喜歡或是符合的隊伍上場就好 但其實高分並沒有很難出現 那第一組陣容是我參考Odoke的隊伍之後 修改測試出來的搭配 首先試練加成的部分 我建議各位直接照抄就好 如果想要調整的話 可以把攻擊力的最後一格減少一點 拿去補命中率 因為這兩種配法目前出現的最高成績都差不多 接下來挑戰的難度係數是133 重點就是 反傷千萬別攻 然後使用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使用的神兵是 星庭刀加葫蘆加扇子 接著靈寵則是 熊貓組戰 搭配 朱雀、瓊奇各異星組戰 那沒有朱雀的玩家可以嘗試使用 扶珠或是龍象 至於瓊奇的話 可以改成玄武或是白虎 接著潛能方面 首先 諸葛果選擇1131 接著雷霆趙雲2222 再來高瞬2333 然後攻聖戰跟鄧愛都是2212 最後 群羽選擇3222 所有戰魂全部都是怒焰滅血 最後換武方面 鄧愛跟群羽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那我自己測試下來的成績方面 浮動算是還蠻大的 最低的時候只有10-20萬 但是最高目前有到1018000 而且出現場次還蠻多的 所以在這邊分享給你們 接下來第二組陣容 是歐都可以分享的組合 試煉加成方面 我就停留在昨天的配點 今天並沒有點心的加成 那我自己使用起來 最高可以達到100萬整 不過各位也可以嘗試看看 剛剛第一組介紹的配點 接下來使用的隊伍搭配 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把公孫戰調整到6號位 然後徐羽改成大橋 接著神兵跟靈寵部分 跟第一組一樣即可 重點 神兵記得使用按照技能順序施放 剛剛的第一組也是這樣配置 接著潛能方面 首先諸葛果選擇2332 接著雷霆趙雲3223 再來高順2121 然後公孫戰跟鄧愛都是3213 最後大橋選擇2332 使用的戰魂全部都是怒焰滅死 最後換武方面 鄧愛跟大橋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那如果沒有雷星噪雲的話 可以改成使用普通噪雲 成績也可以來到94.7億左右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推推我們下次見 掰囉 describe 好 開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